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赏切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像你们所做的去做 第二节经文记载在 《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五节 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五节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 常供给我和同人的虚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苦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主 我们一年 有一个主日 特别安排成为 成年团戏 成年主日 是要让更多弟兄姐妹 了解我们教会里面成年人的事工 原来我们教会有成年人常常聚会 也有成年的小组聚会 所以透过这个主日会介绍给大家 认识成年人的事工 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基督成年与教会 所谓基督成年就是信主的成年人 而且是有追求的 要做主门徒的成年们 所以我称它为基督成年与教会 那么基督成年与教会 我就想说今天的讲题 肯定不是一段圣经 延伸出来的主题讲道 乃是由多段经文 产生出来的专题式的讲道 因此我们所读的经文 将会除了这两段 我也会用口述的方式 来讲解其他有关的经文 首先第一段经文 我们看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从十二节到十五节 这是耶稣所做的其中一件 很特殊的事情 耶稣行的很多事情 门徒都看在眼里 并且非常的欣赏耶稣所做的事 例如耶稣把五个饼 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 门徒羡慕得不得了 例如耶稣叫一个瘸腿的行走 门徒羡慕得不得了 例如耶稣祷告有能力 门徒羡慕得不得了 因为门徒们就觉得 耶稣啊 你既然是我们的老师 你做的 我们也要做 可是这一件事情不同 这件事情就是来到 礼拜五耶稣要受难之前的 礼拜四 当晚的时候 门徒们按照耶稣预备了 那天晚上的逾越节的晚餐 这逾越节的晚餐呢 要进餐之前 犹太人一般的礼俗 一定是用餐之前呢 要清洗干净 特别是从外面回来 要把脚给洗干净 可是呢 那天傍晚的时候 耶稣亲自拿了毛巾 竖了腰 然后拿着一盆的水 给门徒洗脚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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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洗 门徒觉得耶稣不应该做这件事 也就是说 门徒认为耶稣不应该做这件事 我们是你的学生 我们也不准备做这件事 你所有的事我们都愿意做 但是这一件事 我们不赞成 耶稣说什么 如果你们不让我洗你们的脚 你们就在我的国里无份 西门彼得说 那脚洗还不够 全身都给你洗 那耶稣一个一个的 洗完了他们的脚 这段圣经就继续了 他就穿起了衣服 坐下以后 就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行的 你们明白吗 人们以为 耶稣只有神迹是让我们羡慕的 耶稣只有神迹才是表明上帝的爱 却不知道原来连去服务人 原来把尊贵的身份 崇高的身份降低下来 蹲在比他更低的卑微的人脚前 来替他们洗脚 也是神迹 什么是神迹 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三位一体的真神 成为肉身 成为人 他在门徒脚上所做的事 也是神做的事 也是等于神迹 因此耶稣说了 你们都叫我老师 老师都做这样的事 我来本来就是老师 就是你们的主 我都为你们做了这样的事 就是替你们洗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第十五节一起来读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耶稣很清楚地对门徒说 我成为了你们的榜样 我向你们所做的 你们也要去做 请问这里 耶稣是叫门徒 从那天开始 到处去替人洗脚吗 请问耶稣这里所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 到底向你们所做的 是指刚刚做的洗脚的动作呢 还是洗脚背后动作的 整个真实的真理跟意义呢 很明显 肯定不是洗脚的动作 这一回事 乃是洗脚背后 那一个愿意谦卑 顺服上帝 并且把上帝的光爱 用在需要的人身上 用在小子们当中 最小甚至被看不起的人身上 耶稣所讲的是 我所做的 你们也要做 就是要去服事人 要去把上帝的爱与关怀 坐在小子当中 最小的身上 有需要的人身上 所以我所做的 就不只是 今天替你们洗脚这件事情 我所做的 你们也要做 耶稣曾经说 并且做得比这更大的事 是指耶稣在带门徒的整个过程中 耶稣在带门徒的整个过程中 装好了吗 没有反应 耶稣在带门徒的整个过程中 我们看见耶稣都是以身作者 身体力行的方式 来培训他的天国传承者 他怎么培训一群成年人 让这一群成年人能够被委托 能够被拆派 能够被承担上帝在地上要做的工作 是透过耶稣基督亲自怎么做 他们就跟着怎么做 所以耶稣说 我给你们做了挡样 今天的第二段经文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第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 这段经文是保罗说的 保罗说什么 他说我传福音 有人误会以为我传福音给人 是要用人家用钱还给我 以为我是用福音来骗吃 骗吃 骗喝 骗穿 骗金 骗银 保罗说什么呢 我未曾贪图过一个人的金 银 衣服 我甚至需要用我的两只手 常常供给我自己和我的同仁的虚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到底保罗用他的两只手做什么 原来我们从其他保罗的书信里面得知 保罗他过去有一个手艺 这个手艺就是制作帐篷 所以家家户户都需要帐篷 那么牧羊人需要帐篷 住棚节需要帐篷 甚至修补帐篷 也是保罗的一门手艺 为了传福音的缘故 因为经济的不足 经费的不足 保罗要出去打工 用他的双手来赚一些钱 养活自己 能够继续传福音 继续建立教会 不单养活自己 跟他一起配合 做传道功夫的同工同仁 保罗也用他赚了钱 去帮补他们 保罗说了这句话以后 第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 教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辅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同样的 保罗作为一个成年领袖 要培育教会 成年人都能够承担起 这个福音的重任 保罗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意思是什么呢 保罗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什么榜样呢 一样扶助软弱的人 一样要劳苦 然后奉献 然后做福音的工作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是主教导的 所以遵行主的吩咐 主的教导 保罗成为信徒的榜样 那么耶稣基督以身作则 成为榜样 保罗为了传福音 福音能够传开 甚至亲自双手制作帐篷 来养生及供给福音同工的 一些生活需要 今天我们的教会 在信主的成年人中 我把成年人定义为什么呢 青年之后就是成年 那么当然这个时代 又把成年人分为初成 那么还有中成老成吗 那总之呢 我把成年人定义 青年之后 二十八二十九岁之后 一直到六十岁都是成年人 在信主的成年人中 那身上都承担着一个传承 耶稣基督信仰的使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成年人成家 生儿育女 因为成年人出去工作 与同事 彼此交流互动 因为成年人 成立自己的事业 然后下面有许多的员工 成年人 就是一群 承担耶稣基督信仰使命的 这一群人 因此成年人 因此成年人必须在多方面 成为传承信仰的好榜样 我需要把这件外套拿下来 牧师最近安排人来看 我们教会空调 要怎么安装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 今年第三个夏天 实在是很热 今天还没有四十多度 就已经很热了 所以很快 希望能够那边装四台大的 这个冷气 到时怕冷的坐一边 怕热的坐一边 那么不冷不热的坐中间 那整个都冷了 也不行 到时我们会向大家公布 我们所估到的价钱 弟兄姐妹可以准备参与奉献 成年人的其中一个 非常好的榜样 也是在奉献上 好 我们继续 成年人承担了整个 信仰的福音使命 所以成年人的信仰榜样 很重要 我们的儿女在看我们 而我们是成年人 我们的言语 别人听见 别人在看我们 我们的行为 别人在看我们 我们有没有去参加聚会 别人在看我们 如果成年人活在社会中 组织公司 在公司里面上班 然后人际关系 成立家庭 养儿育女 儿女在长大的过程中 看不见福音在我们的身上 那福音就不再被我们传承了 所以成年人成为基督成年 我们必须承载以下至少四方面 在这四方面上面要努力追求 成为众人的榜样 因为耶稣为门徒做榜样 因为保罗为信徒做榜样 甚至提多提摩泰 都成为众人的榜样 我们也当如此 第一 成年人传承了信仰的责任 就必须怎样呢 必须在参加聚会上面做榜样 来 成年人必须做什么 来 在参加聚会上做榜样 旁边如果坐着成年人 你拍拍他的肩膀说 你做到了 旁边有空位置 你就说 你今天怎么没来 是 成年人如果前程信主 成为基督成年 必须在聚会上面 努力地参加成为榜样 成年人需要有一个 非常优良的时间管理的能力 成年人需要操练 优良的时间管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举一个比方 为什么成年人需要管理时间 比起青年人更需要管理时间 因为青年人不用管理时间做家务 因为有爸爸妈妈做 对不对呀 那么因为青年人 一般上不用管理时间 说我一周要工作40个小时 所以青年人时间的运用呢 比较多是在这个读书上面 写作业预备考试上面 那当然青年人最大的时间管理 就是上网的时间 玩游戏的时间 看YouTube的时间 那是他们需要管理的 可是我们发现 成年人的生活呢 很不同 成年人需要工作 甚至要需要管理整间公司 成年人需要有顾客的应酬 或者同事的聚会 成年人一般上都有家庭了 而且成年人还要预备时间 给配偶伴侣 还有呢 还要预备时间给儿女 那成年人不单如此 成年人为了健康 常常还要保持固定的娱乐生活 也包括运动的生活 所以成年人很多很多时间 要管理的 一不管理 他的生活就非常非常的邋遢 他的生活就非常的 没有节制 或者是该做的没有做到 不应该做的却浪费很多时间 不单如此 信耶稣的人还要再加上 要有时间聚会 那么参加主日崇拜等等 甚至参与侍奉 要花一些时间 所以成年人很需要 很需要 好好的管理时间 好让自己能够有时间 来参加主的教会的聚会 来下面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基督成年有时间参加教会 说明主耶稣在他生命中 极具重要性 我们会参加聚会 不单是因为教会有一群 跟你有连结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间参加聚会 说明主耶稣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 他在我生命中站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必须去敬拜他 我必须去聆听他的话 所以我必须有时间去教会 所以成年人如果固定参加教会 参加小组 参加团系的话 就说明成年人比任何人都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安排时间 因为成年人的身上有太多的事情要花时间了 退休的人就等聚会什么时候到 对不对啊 那不然的话闷在家里 哎呦就电视说话了 青年人当然很容易就花很多时间 但是青年人的时间运用比较单纯 孩子的时间父母替他们安排 最难安排时间参加聚会的是成年人 所以牧师给大家一鞠躬 佩服你们 在身上有这么多责任的状况之下 你还有时间来教会 参加崇拜聚会 上帝必定祝福你们 有一次耶稣对着跟随他的群众 说到天国的邀请 说到天国的邀请 他说有一个财主发了请帖 邀请他的一群认识的朋友 说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有预备宴席 你们来跟我一起欢庆吧 时间到了 那天一大早 这家主人呢 就对他家里的工人说 你们快去再提醒这些被邀请的人 说今天家里的丰盛的饗宴 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提醒他们要来付费 付费啊 不是付费 付费啊 那这个家里的工人呢 就出去到挨家挨户 到那些受邀的人 说 你们有收到邀请函啊 今天我们家主人的宴席就要开宴啊 你们赶快来啊 这些受邀的人说 我们哪有时间呢 我们这么忙啊 我们有事业要忙 我们有这要忙 有那要忙 然后呢 其中有三个就反映说什么呢 他说你知道啊 我刚刚买了一块地 我要去看一看我那块地 要怎么样发展 我要找 我在家进去 要怎么发展呢 是用来养牛养羊呢 还是交给发展商来盖房子 卖房子 所以他说我没有空 离你老板的邀请 那就走了 容我辞掉这个赋宴吧 那么第二家 工人又说 我家主人的宴席预备好了 他说哦 是啊 就是今天啊 不行啊 我刚刚买了五对牛 这五对牛 花了好多钱买的 我还要去试用一下 这五对牛 能不能用 不能用 我还要去退货呢 容我辞掉主人的邀请吧 工人又对另外一个被邀请的人 说什么呢 对他说 今天主人的宴席预备好了 你赶快来吧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我刚刚娶了媳妇 你会发现 我们生命生活当中 很多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没有空 天国的饗宴 聚会 丰盛的真理 全都预备好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因为这儿 因为那儿 没有时间 所以教会的成年人 有时间参加聚会 就是信仰最好的榜样 赴宴席 主日崇拜必到 这个是成年人信仰的挑战 跟考验 第二个成年人 在信仰上做榜样 是什么榜样呢 第二个成年人 在信仰上做榜样 就是在参与侍奉上面 做榜样 就是教会里面 有很多的事物 这些事情 跟教会里面的活动 都需要有一些负责人 或者有一些专长恩赐的人 来跟牧师 跟成年团 跟执事会 跟少年团 跟儿童主日学 教师团等等 配合合作 一起把这些教会里面 每一个层面的事情 给办理得妥妥当当的 所以需要有人参与侍奉 那这一段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成年人在财干的运用上 往往已经比较纯熟了 什么叫做财干的运用上 往往比较纯熟呢 例如说你的财干 也是你的专业 你的专业是什么呢 你的专业是做企划案的 你都为公司写企划案 那么你在专业的工作上 成年人28岁以上了嘛 那如果你是23岁 大学毕业的话 你运用你写企划案的 这个财干 是不是已经差不多运用了 差不多已经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那你的这个写企划案的财干 已经比较纯熟了 那这是一个例子 那每一个人的财干不一样 不管是建筑的 不管是设计的 不管是医疗的 或是这个法律的 或者是其他各个层面的 你会发现 到了28岁29岁3035岁之后 成年人的这个财干 是越来越纯熟了 这个时候 这个财干除了用来赚钱之外 基督成年也会用他身上的财干 转化成为恩赐 来运用在天国神的教会 我说财干是用来赚钱养活自己 恩赐是用来为上帝赚取灵魂 所以成年人有很多不同的财干 这些财干包括定立目标 行政组织 筹划推行 教导培训 文艺美术 服务关怀 种种种种不同的财干 在成年人的身上 只要成年人乐于尾声给基督 愿意说 主啊我能做的比较装成在这一方面 愿意在教会当中被运用成为恩赐 来侍奉上帝 所以成年人是最好的时间 来组织教会的不同事工部门 然后你在公司里面做老板做经理也好 你在教会里面也做一个经理 在牧师的带领之下配合来推动那某方面的事工 如果你很有国际法 你可以在国际推动很多的企业 那么我们也有国际事工 宣教 我们需要在柬埔寨盖学校 我们需要在某一些地区盖诊疗所 我们需要你的财干 奉献出来作为恩赐 这也是成年人侍奉上帝的榜样 下面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基督成年有财干 却愿意在教会中参与侍奉 显明他回应了主耶稣的呼召 我们都有财干 我们都有生存的本能 我们都有赚钱的本能才干 但是愿意也在教会里面用来侍奉 建造神的教会 这个成年人是蒙昭的成年 不是只有牧师蒙昭做牧师 在教会里面当带领敬拜的也是蒙昭 在教会里面当儿童主日学的也是蒙昭 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主日固定去载几个弟兄姐妹 交通不方便的来教会聚会 那个也蒙昭做去接弟兄姐妹们来聚会的人 每一个服事都是蒙昭的一个回应 耶稣有一次说了一个比喻 他说天国里就好像主人要往外国去了 然后呢这个主人就把他的三个员工叫来 这三个员工呢 主人圣经说主人就按照他们的财干 有的财干范围比较大 有的财干范围比较小 所以主人就按照他们的财干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给他们银子了 五千银子二千银子跟一千银子 然后主人就往国外去了 那么五千的拿了这五千 圣经说什么呢 他就拿去金银 金银了以后他另外赚了五千 二千的也拿去金银 也另外赚了二千 而那一千的就说没有地方可以耕种啊 经济不景气啊 耕种的都没有收成 这种气候怎么耕种啊 所以他就说主人太过分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财干埋在地底下 有一天主人回来了 哦 这五千又赚五千的 你做了什么 主人问 五千赚了五千就说 主人这是你给我的五千 我另外经营以后另外赚五千 二千的你做了什么 哦 主人这是你给我的二千 现在我另外赚了二千 现在回报给你 主人对这两个说一样的话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在这一点事情上都这么忠心 接下去我又要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 一千呢 你做了什么 一千呢 还挺着胸 主人啊 你放心 没亏本 这是我家的 他的说话就是没亏本的意思了 主人 你看 你给我的一千就在这 完全没有亏 你知道啊 现在不亏就是赚 钱没有贬值就是赚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如果去投资 本来一千呢 投资以后现在拿回来变成八百 不就亏了吗 所以没亏 你知道很难经营这个时候 经济不景气 主人说你这个又恶又懒呢 最简单的放银行拿利息你都不会 拿过来 从此以后我不会再给你什么任务了 拿过一千的来 就给有的还要再加给他 这个比喻是说什么 这个比喻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才干 每一个人的才干 有没有在天国里面运用 有的肯运用 就越来越多 有的不肯运用 就好像埋在地里的 后来连他应该有的都没了 所以 侍奉 是成年人 必须参与的 也是好榜样 再来 第三方面 成年人 在信仰的生活当中 还有什么是可以做榜样的 就是在金钱的奉献上 做榜样 早上 我问我的儿子 我说儿子 你一个月因为读大学 政府有补贴你 我说 补贴多少 大约六百块是吧 你有没有奉献到六十块 或以上 他说有了吧 没事 上帝 把一个奉献的榜样 跟责任 跟教育 我们子民 子弟 做奉献的 一个责任 放在我们身上 成年人进入社会 或者经营事业 都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以平均28岁到60岁 平均40岁左右呢 大部分成年人都承担着家庭 还有孩子的教育 生活费 买车买房 等等等等的经济所需 对不对 但是呢 成年人一般 到了三十八 四十 四十多岁以后 相对的来说 成年人的收入 也可以说是 最稳定的时候 在你退休之前 所以这些 最稳定的时候 但是呢 需要承担的经济责任 也很大 特别是传统的华人 我相信在我们中间 还有一大半 我们成年人要供养年老的父母 有时候双方的父母 现在也有好多父母们 他们年老了 他们有供养自己的能力 那感谢主 如果你是成年人 不用供养自己的父母 每年只是逢年过节 或是生日包红包的那一种 上帝给你 额外有多一点的经济能力 因为你不用供养父母 总而言之呢 成年人如果能够在奉献上面 做出十一奉献 你的榜样是很大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你收入最可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费用最多 但是你却仍然能够做十分之一奉献 所以这个时候的你 你的信仰榜样是最大的 因为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赚五百块钱 我的十一奉献只有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 我一次聚会奉献十块钱 然后我一个月做一次感恩奉献 我就超过十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可是呢 成年人有的一个月赚八千的 一万的 有的自己经营事业的 一个月赚个三万五万的 这个时候十一奉献能够拿出来 奉献到神的家 使神的家有粮 这个见证是极大的 来我们读一下这一句话 基督成年 不论在什么生命的阶段 都乐意奉献收入的 十分之一到主的教会 都乐意奉献十分之一到主的教会 也就是说 这是成年人的一个挑战 这是成年人的一个考验 这是成年人真实信仰的一个考验 我预备这个奖章 我赶快去查 我说主啊 我到底十一奉献 今年做到几月份了 因为有时候我是 不是固定每一个月 我就是两三个月做一次 所以一查 我已经落在后面了 所以今天就赶快 尽量的补上一些 补上一些 那常常提醒自己 因为十一奉献是要纪律的 是要提醒自己的 不然的话 就把上帝的钱给偷了 那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保罗也用一个比方来说 他说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圣经的原则就是十分之一了 你少中少收 像你少收 因为你少中吗 你多中像你多收 因为你收成多吗 个人 第七节以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 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那这是保罗鼓励成年人 在教会里面 多中的多奉献 十一奉献 少中的十一奉献 自然就少 这个是真实的 这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更重要的是 出于你爱主的真心 乐意的心 这样上帝祝福你 你就更多凡事 常常充足 成年人在教会 还有一件事情上 要做榜样 什么事情 在传福音宣教上面 要做榜样 传福音宣教上面 做榜样 成年人在社会当中 生活对不对 包括工作 在社会里面 如果你有自己的公司 企业在社会里面 所以你有同事 你有老板 你有经理 等等的关系 你可以在社会当中 结交很多的朋友 有应酬的朋友 有客户的朋友 等等等等 还有你知道 一旦在社会里面工作 你不是那么单纯的 只是跟几个同事 你会跟相关联的业务 全部连接在一起 所以成年人可以说是 人员最广的时候 对吧 我们退休的长辈 常常到中华去 跟一群的老人在一起 就那么多了 那我们孩子 青年 我们就大学的一些朋友 可是成年人不同 成年人是真正深入社会的 所以是向人传福音 邀请人参加教会的 最好的时期 可是如果我们忙忙忙 我们就忽略了 这一件传福音宣教的事情 来这句话一起来读一下 基督成年 不但邀请朋友参加团契教会 更愿意安排时间 或以奉献金钱 来参与宣教与社会关怀的 神圣事工 感谢主 有成年来问牧师 牧师 明年有短宣对吗 我说 在预备当中 在尝试联络当中 他说能够的话 尽快把时间宣布 这样我们可以尽早 在公司里面 今年就请假 或上半年就请下半年的假 这样比较容易 我心听了很感动 在我们中间 有成年人 他很忙 他公司很难拿假期 可是他还有心 要做宣教 他还有心 要参与 所以成年人 我们可以参与宣教 社会关怀的神圣事工 今天早上我坐着 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师母已经把我的一位同学的联络 寄给我 我耽搁了好几个礼拜 就没有跟他联络 因为他常常到缅甸去 做宣教的工作 那缅甸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 不容易进去传福音 里面也有很多需要 我们可以去服务的 所以我早上 一大早 我就虽然是主日 我还是跟他联系 我说某某人 27年没有联络了 因为我离开神学院27年了 我们是神学院的同学 我们是同居的 一同游泳的 那我说哇 我相信我们没有联络 不过都没有忘记 这个福音的工作 从来没有停歇过 那我说我知道你常去缅甸 我有想明年教会组织 短宣队去缅甸 可以吗 有这个机会吗 他不到半分钟 我后面还说今天主日 如果不方便 没关系 我们稍后再聊 他不到半分钟 欢迎欢迎拍手 然后我说谢谢 我们再进一步 详谈短宣的内容 成年人 我们可以安排时间 邀请朋友 跟朋友喝茶 邀请他们来圣诞 布道晚会 谭从容牧师 布道晚会 成年人 也可以奉献支持 短宣队 你知道一个短宣队一出去 就几万块钱 机票加住宿 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没水没电 甚至有一些地方 更不用说有电话 这个WiFi 一去 就是那么多费用 而且一去 就要带着费用 去买米粮 买饼干 买食物 甚至买医疗 设备 药物 去到那些穷乡必然 需要成年人 经济上面的 以及财干上面的 献出来参与 保罗 在他宣教的过程中 你以为保罗一个人 做了那么伟大的宣教工作吗 不 上帝的福音工作 从来不是落在一个 英雄的身上 保罗是个福音的英雄 可是呢 保罗会从耶路撒冷 一直到安提亚 一直到这个亚西亚 马其顿 一直到罗马去 他建立 他传福音以后 后面宣教的工作 教会继续的建造 是保罗一个人的工作吗 不是 是保罗的背后 有许多成年人的同工 这些成年人的同工呢 比如说有年轻一点三十来岁的提摩太 提多 路加 吕迪亚 这一对夫妇等等等等都是成年人的宣教同工 还有不单如此 整个马其顿地区的教会 整个亚盖亚地区的教会 保罗曾经建立过 然后教导过他们的那些教会成年人都掏腰包 收集奉献去帮助贫困的灾民 宣教是成年人的事工 教会跟基督成年 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有教会的存在 就是有一群基督的成年 有基督的成年就会有教会的存在 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福音完成以后 托付给一群成年人开始 一直到今天 两千年来 所有有感动愿意奉献 愿意侍奉 愿意聚会 愿意走出去传福音的成年人 就是这一群蒙召的成年人 让教会延续到今天 成年人 你很重要 你在上帝的国度里 太重要了 没有你们 没有今天的教会 来 一起来读 教会基督成年的信仰生活 必须在聚会上 侍奉上 奉献上 福音上 多多的参与 使上帝的家更加兴旺 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福给更多的人 这个是透过成年人的事工 今天 这一天啊 这一天啊